中文字幕 李宗盛 要買法律途徑 然後去求證一個 就是資料來源這樣做 然後才有辦法去針對資料來源的人做 就是做處分 因為他必須為他亂講話負責任 但有沒有經紀人啊 沒有經紀人 沒有 我上面其實生平書上都有寫 就是 比較不平等的對待吧 目前是 有在考慮其他經紀公司 但是基於那個 上一次的經驗太不好了 所以我目前都還蠻怕的 就是先採合作的方式 對 我覺得各行各業都有他辛苦的地方 就是說你選擇什麼樣的職業 你就應該要去承擔 你該承擔的 因為我之前當護士也是有遇過很多瓶頸 所以我覺得我的抗壓性其實還蠻夠的 所以還好啦 我覺得也是蠻 蠻樂觀的 但是也是需要一些時間來消化 嗯 對 爸媽和他們去那個北海道玩 然後就剩我姊姊一個人 所以我就回來幫忙 幫忙 呃 三天吧 嗯 對 還可以了嗎 還沒 那邊 就是 很久不怕 還沒 那邊 都要給我 我覺得 是 大陸 有 這個 真的 還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